哈喽大家好,我是假面 今天请让我抱着精神分裂的感觉 讲解一下改版的张中景 你们看到了,我打了这么多局,输了好多呢 不许偷偷和狗卡说张中景很强哦 玩笑到此为止 我只既希望狗卡这么改版 又怕狗卡觉得太强之后不改了 毕竟咱有这个武将 都是别人选阴江武将恶心我 我也想恶心别人一次 怎么说呢 张中景的技能的话 有会你们看,我会给你到那个点的时候 给告诉你们和之前的张中景有什么不同 而且这个标题是一个昨天直播的粉丝想到的 版权归他为所有 然后呢,开局直接言归正认 开局标准身份,曹丕主攻,直接王灿标凡 其他身份不确定,但是王灿一定要打 有王灿在的局 因为曹丕主攻甚至可以直接速推的 因为曹丕的话 王灿属于改变了 卖血将的结局 尤其是对一些主攻 威胁是比一些特别强的武将还要大 如果他队友输出再强的话是很难受的 然后呢,王灿直接把喜给了曹丕 有点难受 现在把名AK给了杨户 那也行吧 名AK给杨户的话 现在我开局刷了把AK 开局我看能不能有套爆发 因为我有AK吗 能不能直接把杨户的人头收掉 收掉杨户的人头的话 曹丕就有这把AK 就可以走爆发秒掉王灿 这把确立优势了 马军跳中了 是个好消息 不错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现在咱们说一些张仲宁的技能 张仲宁之前的技能大家都懂了 就放人区牌 现在的技能是 放人区牌不再有限制 只要你手牌比血量高 只要你手牌比血量高 必定可以放 放多少都可以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你神操操 你被别人打了一堆了 你手上有七八十 三十多张牌了 到你回合 你一写就只有一张牌 不再有限制 这可能对于一些人不太理解了 但是这个就是限制一堆银剑武将 这个武将技能 然后呢 这个西式才也跳法了 神干宁为啥不给贝勒的曹丕呢 然后呢 我最喜欢那个改版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 之前他那个聊逸 之前聊逸是 还有个特效是 给自己队友补牌 但是队友的血量必须大于手牌 才能补多少多少张牌 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就是说 我可以选择 给队友的话 队友不管手牌是多少 血量是多少 我就直接能给牌 我的人群只要离开了牌 就像现在马军 我的我的人群只要离开我离开我的人群了 我摸一张 马军摸一张 就是给队友 免费的英姿 我自己再多一张牌 很不错 呃 这就代表什么就以后这个第一个聊逸 这个正面正面的效果没有限制了 你的辅助能力大大的加强 真的很棒 也就是说你的辅助 现在又有恶心的程度 限制的又强限制能力 又有恶心的能力 就是说徐庸跳内了 直接开始杀马军了 啊 怎么说呢 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也是命虽 每次喜欢或者推荐的武将 不是被通渠 就是被修改 给大家以前推荐过 大家粉丝都应该知道 就推荐那些 起个比较平民化的武将 比较好用的 被狗卡通渠的 你们懂的 我就不想说了 然后呢 我也是服了 这次呢 大家都悄悄的 视频给个赞的行 呃 别投币了 别让更多人看见 我怕哪天别人看见之后 要出事 这时候注意一下排序啊 排序的话 先九杀 有人就戏尔才的话 看戏尔才的花色 明花色确定了之后 有一张未知的 有一张没有的梅花 就不火攻他了 如果有两张都是一样的 我有的花色的话 我就会去火攻戏尔才 这个时候的话 直接再用拆 把王灿的手牌拆掉 这时候给王灿 这时候注意啊 我并不是不希望我有盾 我的目的是防止队友 不清楚 我给了王灿什么牌 我把身上明装备 给了王灿 让曹皮知道 他能杀死王灿 王灿没有名牌 没有按牌了 一定不是闪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有AK 阳户的AK是名牌的 可以杀死西日财的 他结果西日财两张也是名牌 结果对曹一不杀了 注意这里啊 之前的技能是 现在之前一技能 马军我是不能给他牌的 现在的话 马军手牌超过自己血量 超过自己血量 我依旧可以给他牌 但是唯一和之前不同的 就是说 以前是能给 如果你血量超过很多 他能给好几张人取牌 现在的话只能 不管你血量超过很多 不管是如何 只能给一张 但是这已经够了 对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比如说 你相当于什么情况 我来给你打个比方 假设你张仲景是个反贼啊 你反贼的话 你人区离开自己 要留一张 要过一张牌 给马军让选一张牌 反贼如果是三个的话 每回合就是六张牌排查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辅助能力有多强 但是他不是没有缺点 他的缺点还是那样 怕爆发将 不讲道理的把你秒掉 这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但是比之前的张仲景 我之前说过张仲景 之前不值八十八宝石 现在值很值 以前别人跟我说过 新杀叫什么来 新杀有个叫曹金玉 什么每回合能过上八十多张牌 我也不清楚怎么形容的 八十多张牌 怎么说呢 有的张仲景这种武将的话 你过上一百张牌 你回合内的血量是多少 你就算是过上一千张 你也跟着你 然后把那一堆牌全放掉 你血量上一滴 也只能留一张牌 这就是专门克制那些傻逼阴间武将的 然后呢 这时候的话 神甘宁甚至现在不配贝勒了 现在神甘宁够强吧 现在他血量 他的手牌 我告诉你 之前最多只能放四张 现在对不起 神甘宁不配贝勒 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说 马军其实直接杀羊 杀那个徐荣就行了 内奸徐荣跳内徐荣 神甘宁多少张牌 最后只能留一张牌 你觉得他一张牌的神甘宁 再摸三张牌 对你的威信很大吗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的张重景 如果稍微你的血量低了 对不起 你真的没什么机会 比如说你们经常有些萌新 不会打什么神云戏制裁 对吧 那你再想想 他怎么敢去 给我给杖八我的赢的 这时候注意牌序 杖八杀两刀 然后准备借刀借AK 然后再用真正杀 杀那个神甘宁 也就是说 即使徐荣有一个桃 神甘宁也要死 能理解吧 这个牌序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回到刚才话 比如说神云西日财 那没办法 你们随便刷牌 刷多点 队友都不会玩 一直打神云那种的 他们过了几千 几百张牌了 到我回合神云一滴血吧 把所有牌全放上去 就留一张牌 西日财一滴血吧 对不起 你以为就留一张牌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张正景 把那些奇奇怪怪的组合 全部封禁掉了 这是一把路人举 这是一把 但是这个能看出来 这个曹皮不会玩 有个时候居然 刚才有个点 居然去没翻神甘宁 当时神甘宁回合脉 摸三张牌 你给回合脉 给三张也是赚的 放一把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是群杀 和粉丝的群杀 这把就能确切的 能给大家讲详细一点 张正景技能 和老张正景的对比 群杀一群知道 我选张正景 老被针对了 知道不 他把张温选出来 专门白嫖我的人区 然后还有 前面还有个留言 我想哭的感觉都有了 然后张温的话 主公想秒掉张温 结果没秒掉 我被限制住了 难受啊 想哭啊 这时候直接 张温限制留言是对的 因为他不确定 留言是什么身份 如果留言是忠臣 的话就能秒掉张温 所以这没办法 注意这里面 现在的话 咱们现在一直被张温限制的 祈祷反贼的输出不够吧 气质才 没什么可怕的 远位徐胜 有可能是忠臣 咱们就不管他了 马军顺了个徐一胜 看看马军跳什么 马军要跳中的话 有AK的主攻可以出一些 有AK的主攻可以去可能会把张温秒掉 还是有机会的 只是说 孙上香不想给张温回血的想法 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想让张温继续一血限制别人吧 但是呢 而且后来也说了 后来他说的是他有两个桃子 绝对能救活张温 这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说咱们没必要去说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时候留言没杀我 可能因为我的群杀可能会被亏平 他看见我的傻和桃还有酒比较多 所以说没必要杀我 先杀他对他来说威胁比较大的是马军 正常情况下给你们告诉你们 正常以前的技能的话最多是四张 比如说现在吸尸材过了六张牌吧 过了七张牌 我最多限制他只能放四张牌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只要他一滴血就要出事 这时候他剩一滴血 他要放八张牌 这时候留言其实刚才 这个吸尸材有问题的 留言杖八杀他其实让想闪 让他让那个吸尸材闪清牌的 结果没闪 吸尸材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不也在抱怨吗 没办法 然后杀掉留言 游戏结束了 注意九张牌的吸尸材可怕不 好可怕的对不对 对不起八张牌全放着 这就是加强过后的张中景 现在吸尸材已经不足为虑了 内奸开始跳反了 内奸徐生要往死干 我得推八卦阵保护了我家 可以 正常以前可能被直播的时候 被骂了一家 这是个女粉 不要这样 毕竟咱们还稍微绅士一点 然后呢 这吸尸材你还卖血是吧 行没事你随便卖 你随便卖 无所谓 然后这时候注意啊 看看刚刚看一下 我给曹瑞补牌了吧 之前是可以补两张的 当时曹瑞剩两张手牌 四滴上线 是能多拿人去 现在看样子是削弱 但是更稳定了 现在只能给一张牌 知道吧 所以说这些技能你要明白 现在的话 已经没有机会了 都没有机会 吸尸材没机会了 徐盛也没有机会了 这就是张中景 强度如何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 悄悄的打枪的不要 就是这个视频给个赞 别投币 别让别人看着 要的狗卡又不改了 妈的我就哭给你们看 真的 悄悄的打枪的不要 回到游戏啊 咱们继续讲 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 杖八杀一刀 然后杀两刀 刚才曹瑞说是掉线了 好像没给我拍 给我拍的话已经赢了 无所谓 现在也能赢 小事儿 因为吸尸材怎么去打啊 谁也打不过 现在吸尸材 游戏结束了已经 现在的话 多余操作 其实直接给我杀一刀 谢谢财民 还杀一刀 游戏结束